在步入 2022 年的 1 月 我们要跟一款很精简的车款说 bye bye的 这款车型就是 Pro Duo Elza 自从 2009 年发布以来 这款车就成为了我国市场最热销的 MPV 车型 而随着它的停产是不是代表着 小型 MPV 的市场就持终结的呢? 其实并不是 因为在之前 Pro Duo 曾经表示过 大改款的 Elza 代号 D27A 即将在今年发布 而且最近我们获得了一些关于这款新车的消息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这个大改款 Elza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目前正在贩售的 Elza 实际上是一款 铁牌制 Puzzle Setter 的车型 这款车在日本是一个 5 加 2 的设计 所以它严格来说它只是一款小型的 MPV 车型 它在 2000 年代 东南亚市场吹起小型 MPV 风潮的时候引进我国市场 在当时跟另外一家国产汽车制造商 Proton Exora 的这个车款呢 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 最终的结果不用多说 大家都知道 Elza 胜出了 Elza 胜出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它的妥善率 油耗以及空间的灵活运用性等等 就算是这款车已经面世了十多年 在去年它仍然可以一个月卖出 2000 多台 所以由此可见 Elza 的魅力是非常的强的 既然这款车的魅力那么强 那么为什么原厂要停产它呢? 其实 Prodo 的 CEO 有曾经向我们表示过 这款车之所以停产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满足目前的法规了 所以停产了之后原厂会有一款新车代替哈 这款新车就是代号为 D27A 的 MPV 车型 它很有可能会继承 Elza 这个名字 那么这款车是什么车呢? 它就是刚刚在印尼市场发布的 Toyota Avanza 大改款 大改款的Toyota Avanza 跟之前的 Avanza 有很大的不一样 之前的 Avanza 因为为了符合印尼市场的一些需求 例如说载重 以及它们的道路非常崎岖 需要很强的耐用性 因此它采用了独特的半存在式车针设计 也就是说它的车身骨架是 Leather Frame 这样有没有很惊奇 这样成就了它很大的载重能力 以及它是一款后轮驱动车型 可是一定程度的削弱了它的空间表现以及动力表现 即便如此这款车一发布的时候 在印尼还有在马来西亚市场都有着非常高的销售成绩 Avanza 在我国累积销量更是超过了15万辆 销量非常的惊人 可是在新一代的车型上面 原厂意识到了消费者的需求已经改变 所以它从原本的后轮驱动变成了前轮驱动 并且采用了全新的 DNGA-B 平台打造 这样一来 它的空间表现不仅可以放大 舒适性更高 而且操控跟安全性也会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新一代的 Avanza 它的轴距长达了2750mm 比起现在的这个 Elza 更大 所以可以形象下它的空间表现会有多出色 除了平台改进之外 这款车的外观设计也有着很大的进步 首先全车系 LED 的头灯组 另外尾灯组也是 LED 除此之外 新的 Avanza 分成了两个车型 一个是普通版本 一个叫做 Veloz 主打豪华以及独特的设计风格 在这个 Veloz 版本上面 它的尾灯不仅是 LED 而且采用的是时下流行的连观式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在 Pro Duo 的一项活动上面 原厂有向我们表示 这一款新车呢 Pro Duo 不仅仅是铁牌而已 他们也深度的参与了研发工作 他们主要的负责工作就是在外观设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车的外观设计 其实上是蛮有 Pro Duo 风格的 在内装设计的部分 新的 Avanza 不管是普通版还是 Veloz 的版本 内装设计质感表现都非常的出色 在普通的版本呢 拥有一个独立式的大尺寸萤幕 至于在 Veloz 版本 除了有这个数位化仪表 大尺寸萤幕之外 还有氛围灯的设计 重点是 它竟然还有电子手刹车 所以可以看出原厂意图让这个 Avanza 走出新的方向 所以在这种小型的 MPV 可以看到如此多的配备 如此高的质感 是不是很 surprise 呢?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空间表现同样的也非常的出色 完全和上一代的 Avanza 不同 所以不管是你要载人也好 你要载物品也好 它的空间灵活性 空间表现 都绝对会让你惊喜 当然作为家庭车的话 安全配备也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根据印尼的 Toyota 公布的消息 这款车拥有 Toyota Safety 线 也就是说它有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辅助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等等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还没有入列 不过我们估计 如果是 Prodo 版本的话 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应该会加入 毕竟目前像是 Artiva 甚至是 Myvi 这样的车款 都有了主动式定速巡航 如果这个 Prodo 版的 Avanza 没有的话 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作为骑人座身形 大家应该很在意它的引擎配置 全新一代的 Elza 预计将会继续采用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从原本的 DVVT 变成了 Dual VVTi 最大马力表现提升到了 106 PS 峰值扭力表现 137 Nm 由于不再是后轮驱动的平台 所以它从原本的四速自排变速箱 更换成了全新的 DCVT 变速箱 这个 DCVT 变速箱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在 Artiva 也好 还是在新的 Myvi 小改款都好 都已经采用了这个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不仅让车辆的加速表现更快 油耗也降低 因此我们相信 这个全新一代的 Elza 在更换了这个变速箱之后 引擎的马力会比起现行车款提升不少 所以这个还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前面讲了那么多 那么这款车什么时候会发布 其实根据原厂的计划呢 在这个目前款的 Elza 停产之后 他们将会为这个产线进行升级 也可以让它生产这个 DNGA B 平台的车款 另外根据一些我们得到的消息呢 其实 Prodo 目前已经在为这个全新的车款 进行这个零件的验证工作 预计在今年的4月 他们就会率先测试这个生产过程 但是这款车的详细发布时间可能要推到第2季之后 因为目前主要的问题在于 原厂还是累积了太多的订单 还没有办法把目前累积订单的车款生产给顾客 第2点就是芯片短缺的问题还没有获得减换 所以我们相信这款车最快都要在今年的6月之后才会和消费者见面 至于价格方面 预计它会有一点点的提升 但是提升的程度多少呢 我们就要等待 Prodo 的公布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款车今年内一定会和我们见面 你对这个全新的国产7人座 MPV 车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如果接下来我们有更多的消息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所以请大家留守我们的频道 记得看完影片按个like然后订阅一下 好啦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